欢迎关注中国体育比赛传奇带你了解与谈的最新动态 近日巴黎奥运会羽毛球赛程出炉 7月27日共安排了23场比赛 满俄参赛的国宇出战其中的7场预定7场胜利 其中冯彦哲、黄东平打头阵出战 是与其与郑思维、黄亚琼等6组选手随后相继亮相 下面请看具体赛程 以凤凰组合打头阵 首场比赛在14点30分开打 由混双2号种子冯彦哲、黄东平 迎战美国组合邱凯翔、珍妮盖 比赛不会有任何悬念凤凰完胜 黄东平已在东京摘金这次更多的任务 是为冯彦哲做好传帮带 助他迅速成长 第二和冰娇打女单头阵 和冰娇同样在14点30分出战 他也是国语十组选手中唯一不是种子的选手 对手是阿塞拜疆的凯莎赢球是毫无悬念的 陈宇飞将在7月28日20点50分后对战 没有任何威胁的德国选手李宜峰 两人要在8禁40提前遭遇迁运不加纳 三两网组合打男双头阵 两尾坑 网场是第三组出战的国语选手 时间在15点20分以后 对手是加拿大组合董星宇 史沧尼取胜同样没有悬念 作为国语最年轻的选手 冲击与拼搏是他们的标签 希望他们一冲到底一拼到顶 四凡辰打女双头阵 女双一号种子陈清晨 贾一凡将为女双打头阵 对手是小组排名最低的 马来西亚组合陈康乐 蒂娜 他们陷入了名副其实的死亡之组 另两名对手是世界排名第六位的日本组合 松本麻又永元和可纳于第九位 对印尼组合拉哈游 拉马丹地 凡辰能否顺利突围且取得好位次 这场投阵是必须要拿下的 也是国语首日最难打的比赛 我们坚信他们能打好每一场比赛 毕竟长期雄剧世界第一的实力还是杠杠低 再说了东京的遗憾还能带到巴黎不成 五世界第一人石头打南丹投阵 时隔八年再次帮助国语登顶 世界南丹第一的施雨棋 本届奥运会承担着摘金的重要任务 能否巩固世界第一的名头就看本次赛事了 他的首战安排在17点以后 对手是苏里南的索伦 这个选手太弱了 石头根本达不到热身练兵的效果 希望他自己能把握好节奏 力争打出状态来 不过拉下贝尔门球场是熟悉的 三月份的法国公开赛即奥运测试赛 他是站在巅峰的那个男人 如今的石头已经非常坚硬与成熟了 希望他一应到底再次站上法国之巅 六胜谈出战 女双的两组选手均在首日出战刘胜书 谭宁在20点对阵美国 双胞胎姐妹花许新飞许一飞 取胜是没有意外的事情 齐亚斯出战 婚双的两组选手也在首日出战 世界排名第一的郑思维 黄亚琼预计在21点40分后出战 他们也是国语首日最后一组亮相的选手 对手是东道主组和吉凯尔 德尔吕 毫无压力的比赛 希望他们自己找状态热身练兵 东京的遗憾要从首日开始弥补 生涯的圆满要从巴黎支颠结束 距离巴黎奥运会开幕不到两天 中国羽毛球队结束了在多维尔保障营的备战 于当地时间24日中午入驻巴黎奥运村 正式开启巴黎奥运时间 国语于20日清晨抵达巴黎 随后前往在多维尔的中国代表团保障营 进行为期三天的适应性训练 抵达当天在机场采访中陈宇飞说 我们一下飞机就看到日出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寓意吧 对于巴黎这座城市 中国羽毛球队并不陌生 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张军表示 今年3月我们刚来参加了奥运测试赛 每年也都会来参加法国公开赛 队伍准备得非常充分 我认为大家状态调整得不错 达到了集训的效果 开赛前的一周主要是把时差先调整好 适应好这里的气候 而后入住奥运村去比赛场馆 找到测试赛时的感觉 并对主要对手做好研究 24日早9点半队伍从保障营出发 前往奥运村于中午约1点抵达 并办理入住奥运村手续 不过令人忧心的是 国语在奥运村的住宿条件 似乎并不是很好 甚至可以用简陋来形容 9位男选手同住一屋 中国语协主席张军 只能睡在大厅打地铺 从国语队长郑思维晒出的视频 可以看到 征战了多届大赛的他也被巴黎 奥运会简陋的条件给惊到了 录制视频时直呼天哪 奇葩的是难得一见的 9人间郑思维的视频中 说 我们9个大汉同处一个房间 大概是一个有两间房的套间 一共住了国语的9名男性张军 这次也与队员们同吃住共厕所 这个9人间只有两个小小的卫生间 从郑思维的视频中看 应该是参赛的男队员 加上张军住在这个房间 本届奥运会 他将和7位国语男队友同住在一屋 其中郑思维和李诗峰同住一个小房间 并且这个屋子只有两个厕所 届时国语八位男选手 训练比赛完回村都要排队抢厕所 而国语总教练张军 由于没有床铺 只能在客厅打地铺 视频中他在安装简易的睡觉设备 这样的安排实在有点为难运动员了 羽毛球项目不同于其他集体项目 每个人有不同的项目 时间安排也不一样 羽毛球比赛从早到晚都在打 每个时间段都有可能有队员进出 9人一个大间互相影响 对队员的适应调整能力也是个考验 反正这个住宿条件 肯定是比平时的公开赛还不如 这也是奥运体验的一部分吧 中国代表团的这栋楼实际并不是公寓楼 它其实是一个写字楼 所以每个房间安排可能也和公寓不一样 其他队伍可能会好一些 但从大家的视频中看也好不了多少 不少网友纷纷担忧表示 真仇人啊 国瑜小伙子们这能休息得好不 有人打呼噜队友就别想睡好觉了 巴黎奥运会住宿条件也太差了 这样的条件还能取得好成绩吗 本届奥运会中国羽毛球队是 唯一在五个项目满额参赛的队伍 共有八位男选手和八位女选手参赛 其中是与其李世锋参加男单角逐 梁伟坑 王场欧选翼 刘宇晨参加男双 郑思维和冯彦哲则分别与黄雅琼和黄东平组队参加 混双角逐 上届奥运会中国羽毛球队在女单和混双项目多得两枚金牌 一起期待这届的成绩吧 巴黎奥运会的羽毛球比赛在拉夏贝尔门体育馆进行 这里虽然是今年法国公开赛的比赛场地 但与法工时的赛场安排也有一些不一样 首先当然是场地的颜色 虽然比赛场地还是传统的绿色递交 但周围的挡板等都变成了这次奥运会的普罗旺丝子色 而且相比于公开赛 这次奥运会羽毛球赛不采用四周暗灯的模式 而是全管亮灯加上巴黎奥运会的紫色 主色调和独特的紫粉色羽毛球 视觉上的适应是最为需要的 其实四周暗中间亮是前些年从欧洲兴起的 以往我们国内的比赛也基本是全场亮灯的 后来为了突出比赛营造出了相看演出的感觉 这次全管亮灯的好处是灯源在观众席上方可能不会刺眼 而从郑思维放出的雅思奥运场馆训练照中看 这身比赛服似乎还可以虽然是全身上下一个颜色 但能看出来还是有暗纹设计看来还挺大气 祝大家有这一身战袍杀出一条血路实现自己的目标 看来除了住宿条件外 新的场馆也需要教练员和运动员们好好适应一下